身把体谈 三层皮 一针见性感道理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中两球 今天啊 胖中哥哥球运呢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中国女排 聊一下国拼 聊一下我们女排国拼的两大传奇 刘国梁和郎平在北京的首次巨手啊 那么可以说呢 伴随着这一次出征奥运会之前的这一次巨手 双方的二人的一次亲切的握手 也伴随着这一次双方一次相互的寒暄 意味着两个人将会共同的联手为我们中国奥运军团力争东京六金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目前呢 中国女排已经结束了在宁波北伦的集训 而中国乒乓球队呢 也是结束了在山东微海的封闭集训 双方呢 也都是已经从各地赶赴北京来完成了聚集 那么同时呢 我们知道中国女排在这一次结束宁波集训之前 那么中国女排的主教练 郎平率领着朱婷张长宁等六大核心 就已经率先的坐早一班的这个高铁就已经抵达了北京了 那么抵达北京这一行的目的是什么呢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参加中国奥运军团出征仪式的一张大合影 那么拍摄这张大合影呢 我们知道汇聚了各个运动项目的一些精英成员 那么包括了各个项目上的一些运动员和教练员 那么能够看出这张大合影里边全都是一些奥运冠军级别的成员 那么像中国女排的 你像这个朱婷 张长宁 龚祥宇在内这些核心 包括了郎平主教练 那么包括了中国乒乓球运动员 这边像马龙这样的奥运冠军 包括了像刘过良这样的功勋的教练 那么也都是纷纷的出席 能够看出这一张的大合影也是堪称一张我们中国奥运军团的奥运冠军的全家福 那么这张全家福也堪称是有着非常大的分量 也为我们中国奥运军团在即将开打的东京奥运会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也算是提前吹响了一个冲锋号 而且我们能够发现在这张大合影中 首先我们发现了 其实朱婷他是站在了一个C位的位置上 在前排 作为这一次参加大合影中的六位女排姑娘中 唯一一位能够站在前排C位的位置足以彰显出朱婷 她在整个奥运军团中 她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地位是非常高的 那么同样我们看到一个细节也是非常的友好 也是这一次咱们视频的一个主题 那就是在前排第一排就座的这些教练员中 我们看到其实中国的乒乓球的教练刘过良 以及坐在他身边的两位 一个是中国女足的教练员贾秀全 另外一边是中国女排的教练员这个郎平 那么在贾秀全刘过良已经悉数落座之后 我们看到郎平姗姗来迟 那么等他来到了座椅前面的时候 他也是非常友好的 弯下身子 是吧 伸出手跟刘过良完成了一个非常友好亲切的握手 那么两个人握着手也是双方相互寒暄了几句 并且能够看出两个人私交不错 那么两个人也不管是此前的球员时代 还是后期当了教练员之后 也都是拿到过世界冠军 能够看出两个人确实是 无论是球员还是教练 那么都是取得过非常辉煌的履历 那么两个人目前所执教的球队 也都是我们中国奥运军团里边的夺金点所在 那么郎平这一次率领着中国女排 我们肩负着奥运未免的重任 那么刘过良这一次更不用多说 是吧 这一次也是肩负着在东京奥运会上 我们要包揽五金的一个重任 虽然说呢 这一次我们抵达东京之前 我们会面临着种种的困难 面对着新规则的改变 面对着日本的乒乓球运动员的一些围剿 是吧 面对着种种的困难 但是郭平这一次我们一定会坚定信念 伴随着此次两大传奇的巨手 相互之间的鼓励 相互队伍之间的一些鼓舞的军心 我相信双方彼此之间都会更加坚定了一颗信念 那就是为了中国奥运军团要全力以赴的拿下这六块金牌 对吧 国拼的五块金牌 再加上女排的这块金牌 拿下这六块金牌为我们中国奥运军团来争光天才 我们也更期待着国拼将士 期待着女排的姑娘们能够在东京奥运会上有着一个上架的表现 能够在东京奥运会上打出属于我们中国奥运GRL的经济神 发出属于我们中国体育人的最强音 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了 我们本期的胖猪聊球在线聊到这儿 喜欢胖猪的帮忙点关注 胖猪玩听这边听 聊到点球